这个人我肯定没有看错 我现在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连夜追他 追得直 你觉得我们认他为左路将军怎么样 大王 左将军是不是小了点 左路将军还小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是一直缺一个大将军吗 萧和的一句话 瞬间让刘邦震惊无比 直接腾的站起身 他实在搞不懂 这个叫韩信的哥们 到底给萧和挂了什么迷魂腰 从小兵到大将军 这样的提升速度 简直堪比做火箭 老刘实在不敢用全部的十万大军 和自己的天下霸业去读 我认他为左路将军 这已经是大胆任用了 左路将军他败了 顶多损失点兵力 我要是让他当大将 万一全军覆没怎么办 再说 这个人我们终究不太了解 他万一只是有谋无用呢 他万一是赵阔呢 尤其韩信还是从项羽那边跑来的 再加上他的小兵身份 如何能镇住全军将士 刘邦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靠的都是配下老班迪 樊快掳碗那帮老哥们 贴着脑袋一路打到现在 脱脱的集团创业允老了 他们铁定不甘心 被一个小兵骑在脖子上 他们都在垫着大将军这个位置 我要认他 这帮人还不跟我反咯 大王 大将军这个位置 你是为了照顾配宪那些老弟兄 还是为了汉家军呢 我觉得他能行 我愿为他担保 我用性命为他担保 大王 我抱他一辈子 萧和郑重严肃的态度 终于打动了刘邦 如果在樊快 卢婉重将和萧和之间二选一 老刘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这并不是武将不重要 而是因为樊快等人 只能保住刘邦集团的下限 而萧和的存在 却能决定他的上限 刘邦要拜大将军的消息爆出后 所有的将领都沸腾了 争先恐后的表现自己 樊快卢婉 整天雷打不动的疯狂练兵 连一只掌管军纪的草参 也忍不住动气心思 现在在军中 论忠心 论战功 论出身 可以卢婉 繁快 比肩并列的 也只有您跟周伯了 不过周伯 胆小谨慎 就不认几个字 当个将军官 统领全军 怕是不成 他不像您啊 当个秦力 懂律 知道怎么当官 更何况 您跟萧的人 都是多年的朋友 我认为这个职务 非您莫属 几大元老怀吹着 各自的小九九 凑到一块 商量大将军 到底会是谁 眼看刘邦 搞出了极大的证实 不但选择即日 筑起高台 而且还追尽沐浴 所有人都意识到 老刘这次认真了 大仗中 周伯推说 曹三会当选 卢婉会说 周伯会当选 曹三满脸的不高兴 又推说 车神夏侯英会当选 一时间 其他人也跟风 调侃起夏侯英 哟 如今的腾宫 真是越来越强熟了 再也不是过去 那个马车官了 对啊 刚到南镇的时候 腾宫经常憋不住 夜里驾着马车 狂奔 别人还以为闹鬼了呢 夏侯英憋得满脸痛红 干脆豁出去了 吹嘘起自己的车技 和新牌的超跑作家 那可是将相 才能使用的玩意儿 将相之车 才用得着啊 好兆头 说不定啊 这大将之职 就是你的 那我就坐腾了 我是大将军 我不是领兵 我是领将军 查天文官地史 通晓兵法多谋善断 言必行行必火 赏罚分明 令行禁止 你们诸位 哪位符合这样的要求啊 韩信的修和的力宝之校 终于成功被败为大将军 眼看刘邦在大庭广众之校 竟然将主帅大英 交到一个小兵的手里 在场的重将彻底炸锅了 不等老刘离开 瞬间响起一片叫骂声 面对台下汹涌的愤怒 刘邦只是撇了韩信一言 随后直接要扬长而去 萧和夏的大惊失色 唯恐会发生兵变 不料刘邦当场撂下一句话 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 那还当个屁的大将军 韩信呆呆的愣在原地 他并不是被台下的辱骂吓蒙了 而是在梦想成真 有些不可思议 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真的一飞冲天 手握三军大权 更没想到 刘邦竟如此信任自己 他在心底暗暗发誓 此生永不背叛 可惜韩信完全想错了 老刘不是信任他 而是信任萧和 当韩信手持率尖 缓缓站起的瞬间 一股无形的气势 轰然爆发 似乎他天生就该是主帅 今天大王封我为大将军 众将军有所不容 既然如此 你们就上来当众把我砍了 取而代之 换作一般将领 肯定被老刘的命令吓住了 可偏偏台下站着的 都是跟老刘从沛县一路打过来的 不但资历功劳一顶一 跟老大的关系那也是杠杠的 胡甲虎威这套还真不管用 韩信赶紧把烟生叫出来 别跟我扯这个 赶紧滚下来 就要是不服务 我站 我们对你不服务 对我们就要是不服务 我下来 你谁能坐这个位置 谁坐也比你强啊 你觉得你行吗 韩信不慌不忙的开始舍战群将 第一个被点名 正是叫得最欢的卢丸 身为中军护卫 却导致军事逃亡减援 足足三分之一 该当何罪 罗婉逼了半天 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紧接着韩信又把矛头 对准了先锋大将 樊快 最后轮到曹三 毕竟是做过秦朝官吏的人 面对韩信的发问 他竟然扛住了第一回合 给你十万大军如何调配 各进其职 怎么个各进其职啊 十万大军需要多少步兵 多少骑兵 多少自重兵 多少公主兵 马副火副医师 多少人做前锋 多少人做后辈 你酸过吗 我当然能酸出来 二十万 一百万呢 曹三彻底懵缺了 他还真没想过这些 干脆把啤酒 期还给韩信 询问他要如何调配 韩信直接脱口而出 声称只需要十个 听命令的将军 就能统帅百万大军 你吹吧你 嗯 韩信没时间给他们继续掰着 直接当场撂下狠话 老刘封自己大将军 已经是既定事实 他看错是他的事 我能不能做到是我的事 而你们要做的就是 遵从大王的旨意 听从我的吊钱 今天奉将 既宣告天下 金融之势 上至于天 下至于冤 都归我韩信处置 我对大王负责 你们对我负责 我若有事 自然有大王处置 但是处置我之前 我一定要处置 不服从我的人 不论他是大王的亲戚 还是亲属 有他在手 我一定能做到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 多多转发